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这个极客型节目啊 这礼拜天约了三个同事呢 准备出去自然要玩一圈 本来说是要开我的车去 但是我那车呢大家也知道啊 坐四个人实在是有点捉襟见着 对于乘客来说实在是太恐怖了 所以说刚好把我们公司测的这台本田贯道 拉出去 把这个测车和玩呢两者就捏在一块干了 而且呢这个听我们同学讲啊 这本田贯道呢上市一年多的时间 居然有十万台的销量 还是相当猛的 看来市场的认可度还是比较高 而且我们同事人也讲说 也理解为什么这么回事 因为他们初步感受下来之后 觉得他的空间呢动力也包括 科技感的配置 确实是印象是比较深刻的 不过呢我们在这个 今天玩的过程当中 我要当一天的司机 所以说我要亲自感受一下 这个贯道 做一天的贯道车主 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先把他们三个接上 咱们一会再见 我靠你们几个人玩一天拿这么多东西 疯了吧 我给你讲 因为对生活要追求 我们里面可都好玩的东西呢 搬家也不用这样了 不下线呀 快快快快 自己搬我不管啊 哎 上车把安全带记上啊 三分四分 开玩笑你开车 我能不接安全带吗 你那驾照 是吧 老驾照怎么的 不过四分全满 三天考完整个考试 我能相信你吗 别比比一会儿我给你看一下 好吧 还传在座椅 那去哪啊 我给你导航呢 给我给你导航 我直接用手机发到车机里 OK 走吧 太热了 要不把这个车子关上吧 你关吧 你在后边把你扶手枪拿下来 哇 你在后边拿干什么呢 这辆车它有很多和家用车不太相称的这种豪华配置 你一般总是只能在行政上看得到的 威威你在后边的研究研究还好几顿 我看这个可以从这桌媒体 对 左边的话 就是这个帽 尹思联 他那个有六档 你再按一下前面封档给折上了 啊 真的 哈哈哈哈 你挂个 我还 封档我还想是哪儿呢 你把这个墙给折上好了 我告诉你 我这儿有 让威威再按一下 从前到后 你整个黑布蒙上了是吧 那个也有六档 他第六档小心弹射 你可以 你给我弹一下吧 现在这一套呢 叫做Honda Connect 一套智能的这个导航和连接系统 它主要特点就是 当然跟那个我们平生手机导航 非常相似啊 就是说除了常规的这种目的地规划 沿途的加油站呢 包括这个餐厅啊 等等一些我们的PUI 叫做兴趣点 也会给你进行搜索出来 对哦 但是 还有更有意思的 我觉得是非常少见一个设计 比如你看前面这一块 它这个8英寸的显示屏上面 有一个Tilt这个按键 你按了它之后的话呢 你看 你按一下 再按一下 啊 这个好几个模式 可以选择这个屏幕的角度 没错 啊 对 因为我们在开车的时候 经常容易这个屏幕反光啊 等等 宣布这种影响 会影响到车的安全 对吧 而且或者是细细的读取 所以呢 这个功能就会变得非常的人性化了 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今天阳光太伟大 如果你把铁窗打开 反光的话可以通过它来调整 还是挺酷的这个 我的用来总是宣布HekILL 好的 对 因为我们现在开的这辆本台贯道是一个顶配的车型 所以说自然它里边也是有非常多的科技配置 这也是我们最关心的 那么这一代的科技配置本田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Honda Sensing安全超感 这辆系统里边当然是有多个不同的模块和元素来去组成的 也比如说包含了大家比较熟悉的ACC的自适应巡航 然后车道保持 还有车道偏离的抑制系统 碰撞缓解制动系统 还有道路安全交通识别的系统 所以说大家能够感觉出来这么多东西放在一块 一定是本田在为未来更加高级的自动驾驶或者服务驾驶 来做一个技术沉淀和储备 那么以后的话我们可能就真的可以车里解放双手 完全享受了一个轻松自由的一个旅程的体验 那么问题就来了 作为驾驶者来说或者车主 你觉得这种东西对你来说有什么实质的用处呢 我觉得最大的在这个阶段的用处还是在于我们行车过程当中 对于安全性的这个气数的提升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种比较开阔的这种高速路面上 如果说你不小心精神一分散 驾到实现 那么它的方向盘立刻震动 并且呢车车里面这个警示的这个声音呢也会提醒你 立刻要调整前车的指向降低你出现事故或者说风险的这种一个机率 那么当然了这套这个最大的科技亮点还是在于这个ACC的姿势力学行 我也是觉得这个其实使用性也是最高的一个地方 那么我怎么做呢 要打开它的话呢 点击方向盘右侧这个main踩的按钮 然后将这个ACC和LKS的字样呢显示在这个意表盘上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通过上下的这个调节按钮 来去选择你选这个自身的训航的车速 比如说我现在定在110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抬开这个右脚 基本上你的车就可以进入到一个自身的训航的状态了 那么右下方的方向盘上还有一个跟车距离的选择 那么你可以选择近距离远距离 然后它就会有一个提前的判断 那么因为我们现在车速设定在这个110 所以说我在109的状态之下的话呢 它前面距离很远它也不会跟上去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选择到120 这个车速就会慢慢提起来了 那么你可能会说了 如果突然有一辆车插队或者说直接并过来怎么办呢 制造系统也会自动识别出来说 有车并线并到你前面的时候 自动的把这个追踪的目标定义成刚刚并线的这辆车 所以说它是一个比较智能 而且用起来比较放心的一个系统 那么很多人可能没觉得这个东西会有什么样的使用上的差别 但是我试过很多次这样的提案了 可以很明确的跟大家讲 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有点心里边有点泛嘀咕 但是你一旦和这个系统产生了一定的这个信任度以后 它其实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你在开车的时候的这个注意力问题 你只要把这注意力都放在这个方向盘的方向的把控上就可以了 你可以花更多的精力去跟身边的人聊聊天啊 或者说看看路上的风景 就能够让你的这个注意力呢稍微得到一些环境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没有用过这个功能的人呢 可能不觉得这个功能有什么样的价值 但实际上你用过了之后 它对于整个车的开车驾驶的过程当中的精神解放 其实是多于我们的想象 你别看只有两三秒三四秒的时间 当然我建议大家也还是不要 长时间的去把这个注意力 离开这个道路面 因为这毕竟我们的新车安全带来很大一套 OK 到了 什么车 这车还不多啊 对啊 今天工作日嘛 我跟你讲啊 这种特别宽敞的停车位 我反倒不太会 你别说就没有 我有车的时候没见你一次能倒进去的 你第一回坐我车 我可不是第一回 大一度不好 诶 有道真影响 有道真影响你不一定能一把劲我告诉你 赌点 咱嘛 随便你想赌啥都可以 算了就这也不要赌多 停车费你交好吧 可以啊 这也不算我作弊吧 如果停不进去怎么办 停不进去我交咯多大点事儿 本来你交你司机啊 那停不进去怎么办 今晚请吃好吃了 停不进去他交好吧 好吃好吃的OK 我告诉你 这个车本身是带自动泊车的 but 哥今天不欺负你好吧 自动泊车那也不能用 自动泊车那也好几把他就有钱 别废话了 说是吃那是快你知道吗 等你有了那么多时间跟你废话的时候 我都停进去了 可以 动都不带动的好吗 你这是拿旁边的车做参考了 还行一把能进 你说的不是屁话吗 你停车的时候不拿车做参考 不拿鞋做参考 万一两边都没有停车呢 那我就停不进去了 那你肯定了 我就停的不准了 OK 我跟我说了很多次小心 你听我讲完吧 我不想听了 我不想听了 我再去玩 走 我们现在呢是在一个急弯非常多 又非常陡峭的一个山路上 那么这台本田贯道呢 搭载了一个2.0T增压的VTEC发动机 那么是目前本田最强的发动机 怎么理解这个本田最强呢 它的这个最大的动力是272马力 扭矩呢是379米 那么它在中后段的发力是非常有特点的 就是说当你的转速达到了2250转之后 它的动力输出就会达到一个最佳的状态 所以你看我们拉了这么多东西 这个还有四个人对吧 整个车的这个爬上来的感觉 依然是比较轻松的 而且呢它的这个这个传动系统 用的是一个采埃服的9速的自动的变速箱 所以说整个的这个换挡的方式 也是我们右边看到的这个按键式的换挡 不是这个传动的挡霸 那么如果你要是开山路的话呢 就有机会去体验本田的这个智能的 全路况的适用性能 大大的四种模式 分别是舒适 节能 运动和雪地 那么爬山路当然最适合的还是运动模式 因为你的整个的悬挂 转速 动力输出 包括方向盘的操作手感 都应该是比较灵敏的 给你更多的支持 然后让你在过完 包括爬山的时候呢 会更有信心 当然如果你体验完了这四个模式之后呢 我个人感觉最好的肯定还是舒适模式啊 因为在城市道路的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 它肯定会更加符合这辆车 大家对于它这个驾驶感受的期待 而且对于这个路面的适应情况呢 确实也会更加的轻松 让你开车的时候不那么费心 否则的话呢 你每次过个坎啊 压个坑啊 总感觉这个车会受到伤害 你心里就特别难受了 而且可能对于乘客的感受来讲的话呢 也不是那么的友好 那么舒适模式的话呢 就可以把这些所有心里边这种负担 全部都干掉 特别符合这种家庭用车的这一种期待 好了 当了一天的贯道车主 是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用车感受了 其实总体来说啊 贯道各方面还都是代表了本田最先进的技术和水准 不管是空间还是动力都给我们很大的惊喜 尤其是空间方面 看到我们小伙伴的表情大家就知道了 但是最让我印象深刻的 还是它的科技感和豪华的配置 那么Honda Connect和这个Honda Sensing 不仅体现了十足的科技含量 而且使用起来呢 它的人性化体验也确实是非常的顺手 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啊 今天呢我还特地观察了一下这个路人的这个眼光 发现这个贯道开在路上的时候 回头率还是挺高的 这方面是因为贯道整个车的外形的设计 看起来也是相当的霸气 另外方面呢也归功于本田的设计室的功力 整体的设计呢可以说是时尚且精致 你比如说前脸的这个鹰翼式的LED大灯的 这种感觉呢是充满了科技含量的 点亮的效果呢也是非常的漂亮 侧面的这种溜背的造型呢也是足够的个性 可以说贯道在个性和豪华之间可以说拿捏的是恰当好处的 对于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者来讲的话呢 贯道的颜值几乎可以满足老中青三代人的这种审美要求了 而这个车呢其实让我想起了手机界的小米 前段时间呢米8在发布的时候曾经被评为业界的水桶旗舰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比较均衡 在各个方面都没有什么短板 而贯道呢也有点这个水桶旗舰的意思了 可以说如果你需要一款面面俱到的大五座SUV 那么请记住贯道可能是同价位选择当中不可多夺的一个选择 你们觉得呢 好了本期的极客行动就先说到这儿 我们下集节目再见 你干嘛叫我没录完呢 拜拜 你自己打交回去吧 我怎么那么多行李呢 还有一句更多科技生活方式的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ZERO.com 以及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ZERO中国 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订阅号 还有我的个人微博的屏幕的下方 OK 我去追他 你那么多我